跟大家介绍ID八折航空跟SAVE定位专家 我是Ruice周周耀宗 第一个我有一个朋友叫小黎 他是定ID八折航空的一个专家 他通常用三招就可以把 我们的这个 机位定下来 那我接下来跟大家做一一的介绍 那第一个步骤呢 是FQ 他会运用FQ 然后查询相关的航空公司的票价 跟定位的长等 那第二个步骤他会用可收机位表 简单的去用01ye的方式 把我们的机位定下来 那定下来之后呢他会用第3个步骤就是 WPNCP 然后把原来定的长等 然后改成最划算有位最低价的 行程 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 查看一下 我们这三个步骤是怎么样的运行 第1个步骤叫做查票价 查票价部分 当客人问ID航空公司这个机位票价 的参考夹事后 你可以用FQ 然后出发地 目的地指定出发日期 DASH 指定ID 那这时候你Enter之后 就可以看得到 1位的价钱 跟RoundTree的价钱 还有我们相关的一些定位长等 那1位的价钱 这2倍就是我们RoundTree的价钱 那你打MD之后 客人问的更多的 价等 还有价格就会在 以下 去做一些呈现 那相关的票价跟价等都会在右边去做明显的 呈现跟展示 那第2个步骤就是我们的简单定 那简单定的方式很简单就是 我不要去查定位价等 我直接用1然后可收机位表 出发日期 然后到达目的地指定ID 然后用01Y1的方式 去把我的机位先定下来 那定下来之后呢我可以把 我的回程加两天方式把它叫出来 一样用01Y1的方式去把它做定位 定完位置用信号I 你就可以看见我来回都已经定到了 那第3个步骤呢 大家可以看到原来定到的信号A是Y仓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下一个 WPNCP改划算 那这时候呢 系统会去抓 目前这个行程里面 来 来回 最低 价 而有位的 这个仓等 去帮我去做一些预定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看到 我的票价会变成 6632 再加上 税金总价是 表面价是 7480 相关的票价是 V加V 等于 6632加水晶 那后面紧接着你就可以把 旅客的姓名打入 然后再按一个F9 76的键 加上ER 后续你就可以看到阿博克斯的电带 还有航空公司的电带 那后面呢 R之后就可以看到相关 这个 ID给我们的Ticket Daylight 那后续就可以 BSP跟TC 叫票的方式来开票完成结束相关的一些交易 你说简不简单 所以我们这边跟大家复习一下 FQ 可以用来查 票价跟仓等 可受机会表 01YE 简单的方式去做一些定位 那定完位之后我们再用WP NCB去改 比较划算的定位仓等 就可以轻松定到 ID 8则航空的相关机位 那在未来 Saber 推出一个新的平台 叫做SaberRate360 那SaberRate360 它可以用图形的界面 以 搜寻票价的方式 更快的方式 可以啦 我们用 查询机票 然后机票订购方式 填表 然后直接去做查询 然后直接去做查询 那你只要在上面去把 出发 跟 到达的时间填入 然后指定我们的ID8则航空 点选我们的查询票价 这时候它就会进入这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它就会告诉你目前我们的班机相关的组合 包括 我们刚刚提到目前这个排列组合是 第二便宜的 那相关的去 回 还有我们的行李 是不是提供免费的行李 那这上面会有标注 大概20公斤的免费行李 还有我们的定的是V厂 还有我们的相关的票价 票面 那甚至 在上面会秀出你的退款 改票的这个相关的手续费 都在上面可以去 察觉的到 那原来在蓝屏你是没有办法做这些相关的一些运用 那甚至你可以把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remark 然后用LINE寄给你的客户 那你的客户如果确认这个航班是他要的 你就可以直接按销售并储存 那这个步骤做完之后呢 你一样可以去把你的姓名打入 电话 还有你的开票期限 签收 都一一的 用点表方式去做输入 就可以完成一个图形化的PNR 或者是你可以用 切换到我们的传统模式 然后直接用PfKey 打入名字 或是按F9 一样可以完成一个传统的一个定位 记录 然后最后 我们都可以 PSP跟TC的模式来做开票 那这个 最后这个页面是 特别跟大家介绍 我们SR360 目前在系统上 已经可以查到 ID航空的这个 首航的航班 跟我们 这个 12月8号回程的航班 我们有接取了相关的一些票价 目前这个票价在市场上 也相当的有竞争力 那相关的 Pakti L 他在官网上 针对 Jocarta 还有我们台北赛会的 首航班的这个时间 都已经做了一些标注 那我相信 大家 看上述的这个 说明 一定会对我们的 相关的一些 ID航空的定位 一定会有更深的了解 然后 后面我就跟大家做一些 简单的demo 请大家做一些参考 好,我们定位之前先下i 第一个如果我们要查票价 我们可以用这个指令 07DEC 那刚刚提到的one way跟round trip的价钱 还有我们的定位账本都会秀在这边 那如果是直接用 可受机会表定位的方式的话 大家可以看 好,那我直接用01Y1 好,刚刚交的 好,那我ER再加两天9号回来 好,因样证了 1Y1 好,新号A大家看一下 那我可以做wpncb 原来我们定的是yx 现在马上改成为v仓 那同时我们的整个票价是7479 那接下来呢,我就可以打一个名字 然后后面我就按一个键 他就马上帮我去做相关的976 存档 ER IR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saber的 电带 还我ID的电带都可以修得出来 同时呢 我的相关的这个开票期限 我看 哎呀,会不会调出来 好,那大家看到 这个开票期限是8号的凌晨 05分 OK,这个是不是很简单 很简单 好,我接下来我先把我的定位机都cancel 好,假设我有一个客人 他叫做这个印尼人 我先做一次示范 我把名字输入进去 好,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介绍 好,我可以用我们的机票 然后我们的机票订购 打入 出发台北 目的地是 CGK 然后我打的是 7号去 回程 CGK台北 9号回 一个人 一个人 然后指定的是ID 好,我按搜寻机票 这时候他就会跳出 目前最便宜的就是ID 7414 这个票价 那这个地方也会出现是相关的这个 行李公斤数 行李公斤数 相关的一些票价的一些detail 刚刚有跟各位提到 包括退改票的一些相关费用 还有我们的一些 行李公斤数都会在这边 秀出来 那如果你把这个 票价提供给你的客人 你客人确认之后 你就可以按销售并储存 OK 那这个记录的这个 计价 就被我们储存了 那行程也我们就已经也定到了 这时候呢 其实你可以切入 这边 你可以用DisplayA看一下 我的定位记录已经完成到这个地方了 第1个名字 行程都输入完 那我后续我就要按一个F9 一样ERIR相关的这一个 整个定位记录 UPC电台 跟航空室电台都会跳出来 还有我们相关的我们的 Digit Day 9也都会跳出来 那你说这样子 是不是很简单呢 最后 我想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 请大家多多用我们的 Saber定位系统 SR360 跟 多爱用我们BugDL 希望大家有 不错的定位 加击 谢谢 我 这个 我 那个 如果 я